昨天下午我们这下的那个大雨也是非常大 千风大雨 下了地里也没法做饭 所以只能在家里做好饭再去送了 现在咱们先和点面 拿点面吧 这个小窗户本来就是楼梯间 外边是那个楼梯 然后座位洗澡用的 就是沾着地砖 然后现在就是放一些杂物 大米面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在这儿放着了 今天咱们是要发面 发面是专门用的酵母粉 这个一生面差不多半包酵母粉 应该就差不多了 放的太多的话 估计发的太厉害也不好 好 差不多咱们就开始和面 其实现在我这个技术是越来越好了 像之前刚开始那时候 煮个方面都不行 现在这个蒙大米炒菜 做炉面炒饼 这些花样的都行 蒸馒头都会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豁的老学的老 还是我妈说的这一话 不学是不行 学无止境 不断地去学习 虽然做的不是太好太精致吧 最起码把我一个人丢到外边 只要有有材料 不自己饿死 也能吃好 这就可以了 今天我和的这个面是特别的软 软点是弄出来好吃 但是你看太黏了 就这样吧 就这样让它发出来一会儿来揉吧 现在咱们来冰箱拿出来这个肉吧 我昨天准备做肉 结果冻了一棒棒的 今天再拿出来 给它解冻一下了 两块肉都冻到一起了 刚才看了一下 是三块肉全部都长在一起了 要等它自然解冻吧 那就等到晚上了 我用锤子直接给它炸下来了 要不实在是弄不下来 现在我就学着我妈这样 用盐给它抹上 让它笑得快一点 这个也是我妈在网上学的 其实我妈也是一直在学习 现在一直看视频 学了很多东西 很多生活小技巧吧 抹上盐 咱们就放到盆里 让它自然解冻吧 很多朋友说 为什么你们天天吃的 冻肉冻鸡腿这些 因为我们买到的是鲜肉 但是拿回来之后 放到冰箱里 它不就冻成硬邦邦的了吗 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卖肉的 还得去那个王心庄超市买 你不可能说 每天都去跑一趟 所以就是有时候多买一点 就回来放到冰箱里了 大家看抹上盐这个效果多好 洗完之后 这个肉质看着特别的新鲜 好 现在咱们就把这个肉 先切成小肉丁吧 切好咱们就先放到盆里备用 看一下这个面已经发出来了 成了蜂蜂状了 这天就是一个半小时 就发的差不多了 看 现在咱们发的这个面 效果还是特别的好 好好的给它揉出一下 准备开干 刚才路过一个邻居的绳子 看到我发面了 还说跟我一起帮忙 我说不用了 这个我都蒸了好多次了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这个只要动起来 没有不会的 多动多学 都能学会 好了 揉出好 咱们给它切成小块的 现在咱们给它揉出的差不多了 就开始擀成小饼吧 不过这个发面 擀饼还是不太好擀 它一直往回缩 刚才我还自己夸自己 你看最后这擀成啥样了 啥样都有 现在咱们准备好就开始生火吧 放这个小材 还有玉米芯就行了 大材一会就糊了 准备好咱们就开干吧 我倒的油是每次都不少 跟油炸一样 不知道能不能做好啊 成败再紫一举 放两个就行 油太多了 我端着锅又倒了一点油 哎 看 烙的还是挺好看啊 这颜色像回事啊 能摆摊去卖了 看来我这技术还行啊 烙的是金黄酥脆的 现在咱们烙完饼 直接用这个 这个熬子这样去炒肉吧 还是炒点肉块和青椒 就这个味道就不错 今天咱们又转移了正地了 就到后北坡了 还是咱们大家熟悉的老地方 就是我之前去 摘那个黄花菜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三天两头 一直转移正地呢 就因为历秋前 它这个花椒 有的熟了 有的还不是太熟 所以就是先捡那个熟透了 红了的栽 不能可一个地方这样栽 这样栽就是有的都不太好 你爹不早就想吃饭了就开 你这边吃饭 到这个地儿了 现在是要常量 五点多起来 五点多就往地走开了 五点多就往地走开了 人知道要路坐吧 看不到 这家主要脚臭啊 这样也得就有土 对 红的这个脚 弄什么法这个就是 你瞧瞧吧 你瞧瞧 我瞧瞧这是什么法 饼 一路的哨饼 嗯 这还有菜 油膜 你这个倒是不赖吧 这才你吃哈 不能这法 不能这法 就烧饼就行 你睡一下去炒弄好去 菜那么多 我说这是什么法吧 后来我现在要轮上这个 这 烧饼吧 你瞧我把这点都没有 你倒是不赖 一哈弄都更吃 一哈都弄好了 嗯 轮开光去 转上油门吃这个 就这个就不赖了 哈水头 你哈去 这不是多肥这个 多肥这个 它好好吃的干了 还光有这个 光有嘛 咱这欠叫 你摘这个回来 我娘娘干什么油瓶都不赖 我说我只愿意吃 娘娘干什么油瓶 这个还来 这个翻面子都好吃 这个翻面子都好吃 烧饼给水就不赖的了 我说你 就掉去飞机了 还炒菜了哈 这点东西一边更好嘛 倒是 嗯 我把这个饼随开这边 不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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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层面不老实了 你就是这点菜 炒了吗 炒的你不能轮回 嗯